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经有多达2100人士来领取明镜的食物 那么呢 我们由于反应这类 获得民间的这类的心意 所以今天我们再见再厉 在太平后来开设霹雳洲火箭一二间的批明食物 那么我们相信这个一样的 会经过三个月的四跑期 如果反应真面也获得社会来世的知识 我们不排除会把这个批明食物 作为长期推动 所谓的水中送贪不怕多 厂真人玫瑰收入地下 行动党会继续发挥这种从群众走来 从群众走去的精神 去帮助真正的需要人 那么我们根据目前三个星期的视频 我们得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看到的问题就是呢 有一些非常少数的人 在这三个礼拜里面 已经多次得到 狼克亚山的食物银行进行出售 然后根据我们的背景调查 事实上呢 这一小撮人 一定不是非常需要 所以我在此呢呼吁 第一 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人士 和这些三家 把他们卖身的新鲜食物 无论是钢梁 罐头 水等等 都欢迎他们捐献 我们会分门别类 然后再分 通过这一个平民食物银行 再分别的这个送出去 第二 我们呼吁真正有需要的人 就好像我们的口号 给你所有 拿你所需 只有你真正需要的人才来 而不是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呢 会过多很多 真正需要帮助的 包括单亲妈妈 事业人士 厂障朋友 而这个度居老人 其实这四大类别的人 是特别需要我们去学中送汉 深处的元首的对象 所以我们今天开设的第二件 如果这三个月的期限里面 整个SOP可以操作得非常的好 我们将会在陆续的 推广到全片里 十八个行动党的周全去 如果还有能力的话 我们也会不排除 到这一个其他的地方去开 那么所谓套装领域 根据太平国会议员 我赢的这个刚才的告知 我们在国家上开的第一套户后 陈信党也在刚稳定 最近这几天 也开设了他们的这个十五战 虽然可能规模没有行动党的这个好 但是这毕竟是可圈可点的正面的发展和表现 如果有所有的政党 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疫情这个当前 一起齐心协力 同行同德 去协助社会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家 其实这是功德无量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所有捐献的三家们 其中一个就是包括 那天捐献了三万粒 已经有三家捐献了三万粒的这个鸡蛋 所以让我们可以帮助非常多的人 而且他也承诺 一旦他的母鸡继续下蛋 有这个产量有够的 他就会继续的捐赠给我们 这是社会人士三家所给予我们的这个信任 我们无限的感激和这个感恩